主料,高筋面粉400克,细砂糖20克,无盐奶油15克,辅料,酵母粉5克,盐1分1小勺,水230克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中重面团的材料高筋面粉300克,细砂糖10克,酵母粉5克,盐1分1小勺,水170克,混合均匀,合成面团, 盖宝鲜膜发酵,发酵好的中重面团,原方子用了3小时,我用了里叶加1上午的时间,中重面团加主面团高粉100克,水60克,无盐奶油15克,洗砂糖10克的材料,后油发揉着扩展,收原入盖盖宝鲜膜发酵,发酵至2倍大即可,取出面团,整理成圆形,把面团移到烤盘上, 放入烤箱再进行发酵,约40分钟,40分钟后,取出面团,表面割出花纹,再入烤箱发酵约20分钟,烤箱160度预热后,烤40分钟左右即可,烹饪技巧,孟老师的原配方用了柠檬汁,我没有,就没有,也没太大影响,整形不太成功, 不太远,没考的时候没发现,考好了才发现样子丑了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